我 我第一个 好 我当时就很希望就是我们五个人都能过去 之前也碰到过类似这种状况 比如说像秘密很怕高啊 包括这种体力上的这种有点女生 然后包括大老师也就是有点恐惧啊 其实心里挺希望这个大家都能去克服的 然后当时也特别希望自己能 能做一个表率吧 那就是能这个激励一下这个队友们 然后一起过去 站不稳 就是你就是根本使不上劲 就不知道怎么使 因为我一只脚站上去的时候就还好 两只脚同时站上去就完全觉得自己已经悬空了 也不知道是抓哪对 也不知道该怎么使劲 然后就 然后而且那个 踩着的那个绳子和前面的绳子距离也不近啊 所以就就不知道该怎么往前往前走 其实当时心里还是 还是有点恐惧的 就是你的意识不能完全去依赖掉着你的那根绳子 你总怕 总有会想摔下去的感觉啊 所以就 就就就就就就没尝试成功了 我动不了了我现在往后拉我一把 你能过吗 这要换换换一下啊 弟弟加油 弟弟小心 我刚开始站后面的时候我也没那么怕的 因为我平时组玩过可多那种 走钢锁啊走独木桥啊这种 其实我就还好 我的妈呀 好 后面我站上去发现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 是他那个间隔太长了 我感觉我真的跨不过去 他中间这离得也太远了 算了算了我还是先回来吧 先回来 来来来来 其实我当时我特别希望弟弟能走过去 因为我试过了 我觉得我可能有点费劲啊 我特别希望当时弟弟走过去 弟弟走过去了以后一定可能会给 队友都会有鼓舞的这种帮助 弟弟走得比我远了一个 然后但是也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下去 所以当时我觉得 可能我会觉得就是 也不会有人再试了 这种体力的这种担当 还是我跟弟弟我们俩 就是我们俩试了都不敢往前走了 我觉得我怕 我怕当时就没有人再试 如果没人再试就是僵持在这儿了 一僵持在这儿呢 这个士气就下来了 所以我当时我就 我就不管怎么样 我就怎么也得再试一次 所以就再尝试了一次 虽然我是第二次尝试 但是我说实话还是没有找到方法 包括我也没有完全能依赖 吊着我的那根绳子 所以我前几个 我是完全用自己的臂力去抓过去的 真的很费力 费力的原因是因为它那个绳子是活动的 因为它一晃你这个手就容易往下脱落 所以你要很紧的去拽着那个 然后过了几个 然后我就觉得我这个手臂就 力气就不够用 而且我发现我 然后我就下来了 下来了以后我发现我站到那绳子了以后 我就再也够不到上面那个绳子了 所以一直在那停留了挺长时间的 在上面其实还挺费力的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力气已经不太够用了 所以我必须要借住绳子的力气了 所以我其实在当时其实我突破了一下自己 就是我尝试着去信任这个事 我觉得这是一个心理的问题 其实是安全的 但是你就是很难去把自己完全放空在那个高空中 但是所以但我当时我没办法 因为我自己的力气已经 我可能当时最多我还能再能过两根生 可能我就永远会在这儿 对 所以我就去克服了自己一个心理的一个障碍 我就完全信任的吊着我的那根生 然后你就会觉得很省力了 省力那就自然就可以往前继续进行 好 轮个线已经完全掌握了 哎呦喂 哎呦 到了到了 还有一个 啊 厉害 厉害 好像 哇